大家好, 我是通宵, 歡迎來到通知廚房 今天, 我想和大家分享怎樣做瑞士雞翼 做法當然是非常容易 而當中有少少秘訣, 只要大家跟著做的話 包裹你做出來的瑞士雞翼 又飽滿, 又英俊, 又好吃 首先我們要準備一鍋的滾水 然後把細乾淨好的雞翼 放進去大概煮一至兩分鐘 主要是要把雞翼的皮膚收縮 煮的時候就不會太容易爆開 順便把血水迫出來 老雞翼的時候就不會影響滷水汁的味道 煮過的雞翼之後就用冰水去沖洗它 清洗好之後就可以放在一邊隔乾水備用 然後到處理滷水汁 我們用豉油雞汁一杯 加入一杯半的清水 然後再加入香料 再把它煮滾就可以了 想講究一點的話 就要把香料融合爆香 出來的味道就會更加香更加好吃 滷水汁滾起之後 就可以加入剛才清洗好的雞翼 然後要將它們平均放在鍋裡 要確保每一隻雞翼 都要給滷水汁蓋過表面 當滷水汁再滾起的時候 就可以關火了 然後蓋蓋 焗至少20-30分鐘 如果你想色澤更加好 更加入味的話 就直接把它浸過夜 就更加好 如果大家想再香厚一點的話 煮好的時候 不妨塗些麻油在雞翼上面 看起來色澤更加光亮 瑞士雞翼其實跟滷水雞翼最大的分別 就是滷水汁加入了大量的冰糖 所以吃下去的時候 會覺得特別sweet 瑞士雞翼的做法就已經完成了 材料、調味料和香料的份量 已經寫在這裡 如果大家想看更多我之後推出的影片 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之後要按一下 好像一個鬧鐘 一個鈴鐺型的icon 這樣才會收到我最新的通知 下次再見 拜拜